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台S-MAX 那安裝的車型呢 是最新的一個藍寶堅尼的一個 S-MAX專用的一個尾燈族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 車界呢 第一副這個 S-MAX專用的藍寶堅尼尾燈族 也是一般車型 首先所看到的一個藍寶堅尼 四樣的一個尾燈族 這個是仿造這個藍寶堅尼的一個尾燈 來生產這個製作的 然後呢在這個車型呢 那目前只有信定一個是S-MAX 這個是由宙斯光電所生產製造 然後在燈族的這個 顏色上以及這個 做法上呢 跟2013年剛推出的時候呢 有非常大的一個改變了 最新的這個做法呢 尤其在裡面的所謂的 裡面的燈殼的部分 不是外面這個 是裡面 現在各位所看到 一個Y字的部分呢 跟以往有點開始不太一樣 那以前呢可能是用一個 噴漆的一個模式 然後呢 導光 呈現一個導光的狀態 這次呢直接是有一種擴散劑 噢所以再加入直接做 然後呢 呃好處是呢 呃擴散劑的做法呢 能讓這個 呃裡面的一個內殼的導光 一個更均勻 然後呢 在亮度上呢 更不容易被遮蓋 然後呢在這個 呃整體的燈色一個平均值上面呢 會更漂亮 但是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呢 呃就是成本上會比較增加一點點 然後中間的小燈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手指的部分呢 由第一代的這個 呃單一的一個藍色 那改為目前現在的RGB的顏色 所謂RGB呢 就是三元色 那我們可以接成 呃透過接線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改為 譬如說像紫色 像藍色 像白色 像黑 呃像這個 呃接線的方式 也可以接成像綠色啊 或是天然色等等 呃都可以做到 呃都可以做到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是目前開小燈的一個狀態 呃開小燈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呃我們開這個 呃 呃煞車的 煞車燈的一個情況 呃 然後一位 呃麥克叔叔 我是一隻手在操作 請各位稍微見諒看一下 好 這個是煞車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開警示 開警示燈 那開警示燈 基本上呢 就等於是開方向燈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 那方向燈的部分呢 當然呢 辨識度非常高 齁 尤其像現場 在看的一個情況之下 齁 不會有這個 呃相機 或這個 這個 攝影機一個 暈光的一個問題 那會有更明顯的一個效果 跟這個 這個燈色的一個表現 齁 然後再加上一個煞車燈的話 也非常的清楚 在這個部分 那最新的這個燈殼的部分 齁 也是採用這個最新的一個 無波紋的一個狀態 這個 黏膠 齁 所以絕對不會再有這個 呃 第一批的這個 這個浸水的一個問題 那浸水的問題呢 我們也有很很發揮一個 幾乎是 呃 有問題就這個 我們都會 予以保護跟處理 好 希望朋友們可以到 麥克 倡戶技術精品來看看 當然我們今天也謝謝 有兩位的 S-MAS的大大 齁 然後呢 來集體安裝 S-MAS專用的這個 呃 讓我建議一個尾燈組 非常好看 喜歡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呢 呃 呃 可以到 影片看到正下方 連接到我們麥克 倡戶技術精品一個網址 齁 或連接到我們一個賣場 都可以 做這個相關的購買 可以連接到我們的一個 粉絲專頁做一個詢問 謝謝大家